来看选举焦点 选战打得火热歌候选人无不绷紧神经 台中立委第七选区现任立委何欣纯积极寻求连任 这天在太平东平夜市广场 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现场不但请来歌手张秀卿龙千玉现场 经济部长沈荣金 部分区立委候选人主播林楚英 交通部长林佳龙等人也到场站台立挺 希望能够拉台声势 全力催票 稳扎稳打争取胜选 请示热闹演出为活动带来好彩头 2020总统立委选战打得激烈 尤其中台湾更是决胜关键 台中第七选区立委何欣纯积极寻求支持连任 这天在太平东平夜市广场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现场支持者欢呼声不断 选战到最后现在剩下一个月 当然是非常有信心 谨慎乐观 那我想我去从委员到现在立委 这十多年来的服务大家 顶部共读 那认真而且争取建设不遗余力 那可以说是说到做到 那有一些一二十米的老舵问题 过去没有办法解决了 那欣纯也做到了 那我想我一心也就是想要为我们所有在地的好朋友来解决问题 那何欣纯我相信的就是大家最好的选择 所以呢当然一定有信心 欣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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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帅喊动算 成立大会上邀请到歌手龙千玉张秀卿现场 经济部长沈隆金 交通部长林佳龙等人也到场站台立体 希望能够拉台声势 何欣纯在问证 争取建设以及地方服务都深或肯定 外界看好能够顺利连任 但何欣纯表示依然不敢大意轻唬 欣纯啊 大家都知道 他很高兵的 很高兵 但是也是小辣椒 他是民政党的欢迎的 党怀干事长 那是在朝野协商行政武装的时候 他就是我们看到 这个国会小辣椒 平比第一名 何欣纯打出囤曲好还要再更好 一直坚持认真做事的理念 端出看得见的政见 像是环泰东路打通 市民大道扩建等等 希望能够稳扎稳打争取胜选 学占进入白乐化的阶段 最后到底谁能够出现 就看谁的渐渐能够赢得民心 这一场照片台中参谋到 MING PAO TORONTO